我们来看看 投钱币夹娃娃 艺人Ella 陈佳化和独居长辈 差一点就夹到拐杖爷爷娃娃 不死心继续夹 终于夹到 开心的又叫又跳 这台创意捐款娃娃机 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结合时下流行设计发现角落 孤老人大型创意捐款娃娃机 结合商场展开北中南巡回站 让民众与朋友孩子家人 体验娃娃机时 也能同时关心独居弱势长辈 拯救角落孤老人 我刚刚看到了赴眼阿公 还有听力不好的长大婆婆 我也很有感觉 因为我爸爸 他其实现在眼睛视力也不太好 然后听力不好 的确他已经带着助听器了 可是我对于拐杖爷爷也很有感觉 因为我知道拐杖爷爷的原型本人 他每次只要是社工去探望他的时候 他总是笑容满面的 然后那个笑容满面就是一种 感谢大家来关心他 感谢大家还记得他 然后来给予他帮助 而且他也愿意能够去给予大家一些帮助 有心的感触他们很有爱心 除了提供给社会一些弱势团体 或者像我这样一个老人 很好的生活上的关心 提供一些食物 最重要的是对他们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最重要的是对他们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就是就是都会给他 很感动的吗 感动的吗 对 感动的 感动的 你们一年 还是送那个年载 哦 非常感动的 这样才送十几年了 每年都在旗台 我们买送年载给他们 好 常常去做 像家乐府 还是去前年去买年载 哦 非常感动的 我们都每天都是设论论议 有了 有很多孩子都能设论论 大家都很高興 各方都要買 買到很重要 聽說 如果知道你要帶他們去買東西 就可以睡不著 自己去問 好像小孩子要遠慈了 有的知道我們家都在去問家 在家裡去問 等一等 對啊 很期待就對了 90歲的李爺爺第一次體驗娃娃機 也同時圓了爺爺 想盡一己之力助人的夢想 宣傳紅道的公益活動 連續第六年擔任 寒冬駐老公益大使的Ella 也呼籲民眾一起用愛 幫助角落孤老人 那我今天在來的路上 還特別看了一下 紅道老人基金會的官方網站 然後我了解了一下他們的歷史 他們從1995年就一直創立至今 已經服務這些老人家們 獨居長輩們已經28年的時間 而我才六年的時光 我覺得我自己很幸運 然後也很開心可以持續的 為這些長輩們服務 然後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六年 然後陪著紅道老人基金會 然後多多關心角落的 這些可愛小生物 因為有一天 我們也會從主角變成配角 然後呢 再去搶角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會是那一群人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樣子的愛 去延續下去 然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持續關注 這些社會上角落裡面 需要被照顧的獨居長輩們 其實我們最關心的 或者是我們常年都在提供的 我看了一個我們去年的一個 在彰化的一個服務報告裡面 其實大概有24%左右的長輩 非常需要心力支持這樣子 也就是其實獨居的長輩 其實他在家裡面 他的孤獨感會特別的重 那所以在社工的評估之下 覺得這件事情 對長輩來講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會很關注長輩 怎麼樣降低他的孤獨感 以及提升他在生活上面的幸福感 以及有機會讓長輩 多一點的社會參與 這個也是在我們所有提供服務裡面 將近是19%這樣子 那回過頭來看 這近萬名的長輩裡面 其實我想 剛剛講到我們很希望 可以讓他有很好的這個陪伴這樣子 那我最近因為快過年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來搜尋一下 在那個Google的那個圖片 不是可以搜圖片嗎 我就用過年兩個字來搜這樣子 然後出現在第一頁裡面 有兩台圖片 其中11張圖片裡面的7張 裡面那個照片 都是滿滿的人在圍爐 那我就想 哇其實這個大家對於過年 特別是年節這件事情 大家第一個想像就是 很多人陪伴 然後很多人可以一起吃飯 這個也更突顯了 其實我們一直很關心長輩 其實平常他們沒什麼機會 有人可以陪伴他們 除了我們的志工 我們的社工 所以在年節期間 就是接下來11月到2月的時候 我們很希望透過 寒冬駐老的服務計畫 透過陪他們一起 可能是除舊不新 然後陪他們送他們 這個過年需要的物資 那或者是帶他們走出家門 一起來陪購物 然後陪他們吃一頓圍爐餐 然後或者是過年了之後 長輩最喜歡去的是到廟裡面 去走春跟拜拜 這一切都很希望可以讓他們過一個 滿滿的有幸福的年 紅道基金會持續以半年貨 為爐餐 松年菜等服務 陪伴長者溫暖度寒冬外 也藉由創意設計 吸引民眾關注銀法議題 進而同理長輩處境 一起駐老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好